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 全球染病总数今天已经突破109万 美国确诊人数最多为27万3880人 排名其后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 加拿大总确诊人数为12,537人 新增1,092例 安省确诊人数增加了462人 总数达到了3,255人 而魁贝克的确诊人数超过了6,100人 卑诗省今天新增35例 新增4人死亡 确诊人数达到了1,174人 卑诗今天首次出现了住院人数下降的情况 省卫生官亨利博士认为 目前卑诗疫情发展在可控范围之内 因为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 接下来请看重点报道 周五根据环球新闻报道 美国口罩巨头公司3M发表声明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川普政府要求该公司停止向加拿大供应N95口罩 并要求该公司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医用口罩 来满足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发出的需求 这一消息引发大量加拿大媒体和民众的关注 对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联邦正在和美国就此事密切讨论 他相信加美关系紧密 将不会看到供应链出现任何中断 根据大纪元报道 3M公司于1902年在明尼苏达州北部成立 但是其生产N95口罩的最大工厂之一 却位于中国上海 在疫情期间 中共不准3M公司将在大陆生产的口罩回销到美国 从而使3M公司成为中共绑架美国企业的一个典型范例 因此周四川普下达了美国总统令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要求3M公司优先为美国生产口罩 周五3M公司表示 感谢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提出这项要求 并将与川普政府紧密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川普政府要求 停止将在美国生产的N95口罩出口到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市场 该公司对此表示不满 并警告说这项命令可能会引发人道主义的关注 对美国并不利 面对美国的紧急情况 3M公司执行长Mike Roman几天前表示 公司将在60天之内把N95口罩产量提高40% 达到每月生产5000万个 在12个月内将全球产量提高一倍 达到每年20亿个 3M加拿大公司也将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满足加拿大国内的需求 纽约时报日前报道显示 中共在1月份疫情出现后的5个星期之内进口了20亿个口罩 相当于全球两个半月的产量 此外中国还进口了4亿套防护用品 包括从医用护目镜到针对生物妨害的防护服务 由此看来中共很可能在1月份就知道了疫情有多严重了 而他们对全球一直没有公布真实的情况 据环球新闻报道 一支加拿大的军队已经被派往了魁北克北部 以帮助偏远社区来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 魁北克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例的确诊病例 从周五开始 魁北克政府禁止一切非必要的航班 对北部一些地区的出入口也进行了限制 警察还设置了检查站来限制非必要的旅行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 近期加拿大反欺诈中心接到100多起与疫情相关的报案 某些不法分子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 冒充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世界卫生组织 联邦机构 地方政府 医院等等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 通过邮件或电话来发布有关口罩 洗手液 家用病毒测试仪等等虚假的广告 或者以慈善名义进行欺骗、敲诈、网络钓鱼等不法行为 有的甚至要求对方提供信用卡信息 加拿大奇景资深分析师Jeff Thompson指出 所有医疗产品必须在加拿大卫生部门注册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已经获得批准的家用型病毒检测仪 提醒民众加强防患意识 特别注意 不要接听陌生人的电话 接收邮件时请不要点击可疑的附件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 近日 卑诗省卫生官确认了在温哥华岛发生了两起中共病毒死亡病例 此外 关押在奥克纳根犯罪中心的一名囚犯也感染了中共病毒 这是卑诗省在监狱系统首次发现确诊病例 亨利医生强调 卑诗省农村地区和小型社区中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易感人群 他说除非万不得已 即使是在省内 也不要外出到偏远地区度假 一旦生病或者当地发生疫情 担心难以获得医疗资源 保守党正在为小企业争取更多的经济补贴 When you say you would like to see more supports for small business owners, medium-sized business owners what kind of supports? Do you mean things like an increase in wage subsidies, for example, Mr. Shear? What specifically? Yes, so we have called for an increase in the wage subsidy 10% is just not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most workers In addition, we've call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fund the GST that small businesses have collected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Most businesses remit their GST quarterly So there are many small businesses out there that would have had at least three months of GST that they're about to have to write a check to the government for We're saying to let them keep it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you know, pay their rent To pay off some of their bills So that if in a few weeks we are able to return our economy to normal Those store owners, those restaurant owners They'll be able to open their doors and hire back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out of work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